生命的基本法则 8.依附法则 你可以拥有任何你希望在生命中拥有的东西 可是如果你的自我价值感或是快乐取决于拥有它 那么你就是依附着它 无论你依附的是人或是事物都可以操控你 你不再是自由的 你是用戏神绑着的玩偶 宇宙是一个能量场 每一样东西都在旋转移动 喜欢的吸引喜欢的 有一些能量是排斥的 在原子间有舞蹈进行着 然而有某些人在这个能量的大锅中是被绑在一起的 他们从遥远的距离一试又一试地被吸引在一起 这条绳索可能把它们捆绑着 使它们陷入困境中 并将在心理情绪与身体上互相拉扯 而且常常浑然不知它们对彼此的影响 线会在两个有未完成问题的人中间形成 每一次你对某个人散发出愤怒 受伤 忌妒 羡慕或者需要时 你是在显示一条依它们的极小的线 一个偶然的想法将会消失 可是如果你持续地送出负面的感觉 这些细线将形成粗线或者绳子 它们将继续把你们捆绑在一起 直到它们被释放掉 在接下来的生命里 这些绳子将会再度活动 必然地吸引你朝向那些与你有未完成问题的人 这是为了提供你的灵魂有机会做不一样的事 我们也可能依附于物品 负面能量像是贪婪 骄傲 需求 妒忌 可能会送出巨大的绳索到物品上 比如房子 车子 工作 绳索或是银行存款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谈论到财富的陷阱 绳索也可能使人依附到无形的东西上 比如说对爱的需求 如果你受到不被认可的欲望束缚 这可能在心理上就像有一个球链围绕在脚踝上 你可能被绳索绑在限制的能量中 像是自我反对或是离群所居 一个大师是超然的 他是独立于财物或情绪需求的状态 他是自由的 有巨大的力量 你可以有一栋漂亮的房子 当然 神想要你拥有一栋漂亮的房子 然而假如你需要住在豪华的房子来给你地位与安全感 他就变成了陷阱 绳索将你绑在你的房子上 在情绪上你是受到束缚的 直到你改变你的态度为止 一位大师可以享受一栋很棒的房子 可是如果房子被取走了 并不会影响他对自己的观感 你可以享受一段很美好的关系 所有一切的源头想要你在爱中快乐 然而你的需要把你绑在你的伴侣上 因此你的情绪上受到拉扯 供依存的关系使你陷入捆绑中 因此很难对这段关系感觉客观 或是离开你的伴侣 当父母对小孩有非作不可的义务时 他们很难放松自己成为成人的身份 同样的一个小孩可能是如此依附他的父母 因此难以与伴侣建立成熟的成人关系 依附是一种有条件的爱 一个大师无条件地去爱 这不会形成捆绑 他允许他爱的人自由以及成为他们自己 如果某个他爱的人离开或是去世 他会感到哀痛 但不会心理交瘁 他保持在中心里 如果你希望某个人以某种方式来行事 你才会爱他们的话 那并不是爱 而是一种依附 捆绑式的依赖可以用几种方式释放 爱溶解他们 让他们自由 而你也让自己自由 当我们把自己的希望与期待放在人们身上时 他们也以自己的模式来反应 当我们接受他们本来的样子时 他们表现出他们的美好给我们 那就是爱 原谅总是解开了绳索 我们在这个时代 正在等待一个新的更高的意识 在这个星球上普及 这表示我们正面临我们累世形成的所有困绑 我们的灵魂现在希望我们去面对 与释放所有未曾解决的问题与课题 以使我们可以自由地行动 当你原谅某个人 完全放下过去已经发生的事 你让对方和自己都得到自由 羞耻于罪恶会把你捆绑在某些记忆中 使你退缩 当你准备好原谅你自己过去的行为时 你就解开了这些限制的绳索 记忆便失去它的指控 我们是为了自己 而不是为了别人去紧握住记忆 卡洛林告诉我 他想要与他伴侣的家人共度圣诞节 但他知道他母亲将会极度地沮丧 他妈妈需要她 最后他鼓起勇气告诉他妈妈 他无法与她共度圣诞节 他想象他妈妈会很脆弱 崩溃 结果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 这位年长的女士外出给自己订了一次邮轮之旅 然后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愉快地买新衣服 卡洛林放他妈妈自由去体验一次新的人生 整个家庭纠结在衣服的绳索是相当普遍的 是把自己拉出来 让自己自由的时候了 当你解开你自己的绳索 你可能会发现这条线使得整个纠结都得到了自由 如果并非如此 那么家庭的纠结就不再是你的责任 那些被牵扯在里面的人 仍然需要在这个经验中处理他自己的部分 另一个更有力量的解除依赖的方式是 借由意图与视觉化 约翰与珍已经陷在衣服的婚姻中许多年了 他们对彼此抱怨发牢骚 两个人都很有敌意 他们说想要分开 却从来没有分开的勇气 没有这么做 约翰来到工作坊中 我们在工作坊中释放衣服 他把他的意图放在让自己与真自由 在视觉化的过程中 他提到一副清楚的画面 他与他太太被有刺的绳索捆绑在一起 他请求天使帮忙把所有这一切解开 然后他看到绳索被切断了 之后他感觉有一股释放与自由的感觉 当他回家时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发生了 因为他脱离了衣服 开始以不同角度去看真 没有负面的能量持续地打击他 他记起对方的幽默感 热忱与善良 他再度爱上了他 可是这一次是以成熟的方式 他们的关系完全改善了 在这个例子中 解开绳索使约翰与真在一起 在其他例子中 人们发现他们彻底离开一段关系 而感到释放 脱离衣服是成道的先决条件 如果你想自由 让你自己从任何人与事物中解放出来 这是成道的先决条件 生命的基本法则 9.注意力法则 无论你把注意力放在什么上面 它都会实现 不管它是大还是小 是好还是坏的 灵性法则保证 依照你给它注意力的确实百分比 来使结果显现 注意力是你思想 言语与行为的焦点 在第三次元的物质世界中 有一句谚语说 眼见为凭 你看到的就是你相信的 然而智者总是告诉我们 你相信的就是你看到的 如今原子物理学证明 这些智者与神秘家 从古至今告诉我们的是对的 实验者的思想影响了实验的结果 物理学家告诉我们 跨客是由集中的思想形成的原子力 这些现在可以被拍摄下来 当个人不再专注时 粒子便会消失 结果根据实验者的期待而有所不同 生命会根据个人的期待而有所不同 如果十个人在类似的情境中 每个人有你自己的实相 如今科学支持这个灵性真理 我最近看到这个法则显现在我认识的 两个人身上 他们各自都要举行一场活动 雷贝加要组织一个相当小型的活动 他一直说 有非常多的位置要填满 我希望能卖光所有的票 广告费太贵了 这样的想法把他的注意力 从他希望的结果上转移开 那个晚上大厅只满了一半 真正在筹划一场相当大型的表演 他很清楚 而且正向 充满热忱地述说着那晚的活动 他的注意力从来没有从 预见一场表演极棒 并且坐无虚席的画面上动摇过 他也显现了他的预见 唯一让你无法实践梦想的是 你的怀疑与恐惧 倘若你20%的焦点 放在你想要的东西上 你将实践你20%的梦想 倘若你投注100%的焦点 在你想要的结果上 你将有100%的结果 注意力法则是精确的 关照你把思想放在什么地方 如果你正在开车 把注意力放在路的前方 否则你可能会撞车 你注意路标 因此不会走错方向 当你把焦点放在开车时 你会安全抵达目的地 或者到达你的人生目的地 当我们在生命的道路上旅行 我们需要注意宇宙指引我们 道路的耳语和暗示 如果你把注意力放在焦虑或恐惧上 你是在给它能量 然后把它创造出来 让最糟的情节在脑海中翻腾 或持续地谈论你的恐惧 是一种强大的方式 把它们吸引到你的生命里 我的一位客户处在极大的焦虑中 因为他一直觉得他的婚姻会破碎 把他的注意力放在他的关系失败上 这将会使他无意识的头脑 按照他的计划 来使他的伴侣关系破碎 宇宙当然会借由丢一个具有挑战的情境 到他的路上来支持这个观点 他的伴侣也一直 拾取他心中恐惧与分离的信息 而这会导致他退缩 无可避免地使这段关系终止 他实现了他自己的预言 如果你的大脚趾有一个痛处 你把焦点放在上面 你担心它 然后翻角着恐怖的可能性 有很大的可能 它会变得更糟 如果你接到一通电话 带来令人兴奋的消息 将你的注意力 从你的脚趾上转移 痛苦就会消失了 正面是比负面 更具有力量的指令 把焦点放在正面的情境上 思考与谈论正面的情境 当你把注意力放在正面时 你再使你的梦想 梦想成真 如果你正在写一本书 画一幅画 盖一间房子 或是投入任何的计划中 在你脑中保持完美原成果 当你持有这个愿景 然后做必须做的工作后 成功是确定的 决定你的愿景 对他做承诺 做需要的工作 给他充分的注意力 然后你将惊讶你的生命 是如此的绽放 这里有一些小小的警告 当你种下一粒种子 你有一幅美丽的植物 出现在适当时刻的图像 你为它浇水 照顾它 然而你不会持续地把它挖起来 检查它是不是好的 因此 把注意力放在你的愿景上 但不要分析过度 以至于让它死去 把焦点放在你想要的 然后你将得到它 生命的基本法则是 流动法则 我们住在一个由能量所组成的宇宙中 能量的流动就像河流一样 没有任何事物是静止的 所有的都是流动的 没有任何事物 任何人是与他人分离或者无关的 这就是为什么 如果撒哈拉沙漠里的一粒沙不动 北极圈的北极熊也无法打喷嚏 而你多爱你自己一点 会影响在世界另一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 当一条河流洞时 没有任何空的地方 如果流动卡住了 河流最终会泛滥 水代表着情绪 如果情绪卡住了 就会停滞 因此关系就变得困住而高涨了 这是因为堵住的水流 成为一座停滞的池子 沿着洪流走动令人兴奋 可是在里面游泳却是很危险的 有可能你会被卷走 如果你的情绪是一股洪流 那么人们可能害怕太靠近你 以免溺水 然而如果有一条河流很平静安详 人们就会想坐在旁边 他们想要享受宁静 安详 和静谧 因为沉浸在那里是安全的 如果你的情绪是宁静 安详与静谧的 有很多人想要靠近你 靠你很近 因为他们想要沉浸在你的气场里 你个人的关系将很良好 因此关照你的情绪流 注意在你关系中的影响 流动法则掌管生命中的每一个领域 一股性欲的洪流可能是令人兴奋的 可是却有威胁性 而且有陷入的威胁 当性欲因为童年的禁止 或前世的经验而卡住 性关系也是不舒服的 如果你的性欲很美妙地流动 你的性生活将很美好 你的创造力是流动的还是卡住的 你的创造力是一股脑快速流动的奔流 遇见混乱最后撞碎在岩石上吗 或者你的创造力是以你与你周遭的人 可以处理的速度在流动着 使你充满灵感快乐丰收呢 如果一个橱柜是完全塞满的 没有新的东西能够放进去 如果你储藏像是金钱 衣服 主意或是旧的怨恨 将没有空间让新的进来 允许新的进入你的生命中 你必须放下旧有的 如果你紧抓着旧有的情绪不放 你将充斥着旧有的记忆 而那些记忆阻止了新鲜与更快乐的东西进来 一旦你从你家丢掉垃圾 流动法则将确保其他东西会取代它的位置 这是你的选择 是否以更多的垃圾来取代原有的垃圾 或是改变你的意识来吸引某件更好的东西 如果你有相同的想法 那么相同的情况将会回来 如果你开始改变 无论是多小的改变 那么某个不同的东西必然会自动的进来 自然不允许空虚 因此某样东西永远会移入空的地方 你的任务就是去确保那是一件更好的东西 一旦你释放掉在你生命中不再需要你的信念与记忆 你就为新的打开门让它涌进来 为了带入你生命中不同的东西去改变习惯 这可能简单的如走到另一条路上去上班一般 我跟一位决定要展开一段亲密关系的朋友说话 他已经很久没有谈感情了 我看着他的卧室简直是一团乱 我只是抬了一下我的眉毛 然后他就说 你是对的 他清除卧室里所有凌乱的东西 产生的结果是一段关系 快速地在他的生命中展开 根据风水 你房子里的每一部分都与你生命的不同面有关 如果你在你房子里与名声有关的部分 有凌乱的东西或垃圾 你是在阻止你生命的那个面向流动 室内不同的地方与工作 成功 关系与金钱等不同的主题有关 同样的 假如旧有的信念使你的生活变得凌乱 清除它 如果旧有的记忆如同大石头坐在你的内在 把它写下来 然后烧掉那张纸 来清除它 当你正身体力行地把垃圾清除你的房子 开始厂明你希望取代它的是什么 去视觉化一股更高的能量进入到你的生命中 因此有某件新的东西以及更多的喜悦就会流向你 永远不要以一种被动的方式去清除 带着说这句话的能量来做 我现在准备好在我的生命中有心的进来 这就是我要的 成为一位主人 运用流动法则使你的生命成为你想要的样子 当有开放沟通的流动时 关系就会很成功 富足是当我们平衡外在与内在的流动时产生的 顺着流走 你将到达源头 生命的基本法则 十一 丰盛法则 丰盛意志与爱 喜悦 快乐 繁荣 成功 活力 欢笑 慷慨 以及生命中所有美好的一起流动 当我们与生命中更高品质一起流动时 我们的生命会变得丰盛 你自然与生俱来的权利 是与丰盛一起流动 因为这是神对我们所有万物的期望 只有一件事会阻止你从源头接受到敞开心胸的慷慨 那就是你的意识 丰盛的流动直接流向你 可是你的思想 信念 记忆 与自认值得的层次 创造出接受它的障碍 如果你的花园中有一颗美丽的玫瑰花丛 有一颗爬藤 植物在吸取它的生命力 那么这颗玫瑰花丛不是丰盛的 它可能会暂时繁荣地生出花朵 但将来无法再有同样的盛景 除非你移开正在阻挡生命力流动的爬藤植物 一位好的园丁将移除扼杀玫瑰花丛的植物 好让它继续茂盛的开花 是否要移开扼杀丰盛的信念 决定权在于你 爱是有关享受所有的关系 当我们关起心房时 我们堵住了我们应有的丰盛 这株被拒绝与受伤害的信念与恐惧的爬藤植物 使我们的心有所束缚 导致我们依附或者离开关系 当头脑接管时 我们停止去爱 从而看到另一个人的不完美 然后彼此的自我相接触 你的自我是你较低人格的恐惧 而这形成堵住爱的流动的大石头 在爱中是一个人身上看到神圣 灵魂与灵魂相链接 而这允许我们的热情流动 对在爱中的情侣 一位母亲爱着她的小婴儿 同时彼此蹦出点子的火花 朋友沉浸在相同的兴趣中 所有都与爱一起发出光芒 每一个在四周的人都微笑着 因为没有比在爱中更具有吸引的能量了 源头是爱 因此没有短缺 爱从神的心流向我们所有的万物 因此为了丰盛的爱敞开你的心 成功是头脑的状态 而非一项特别的成就 在达成时会有兴高采烈的时刻 然后你必须设定另一个目标 再度努力奋斗 因此成功不是关于尝试去推动一条河流 这只是导向压力 挫折以及自我价值的匮乏 丰盛的成功是关于与生命一起流动 善用水流 然后享受你的旅程 真正的成功是一种满足与实现感 我记得曾去拜访一位朋友 他拒绝任何人照顾他 即使在他生病时 当他痊愈时 他的朋友告诉他 他们觉得这一点很令人感到挫折 他后来表达 他是多么想要被滋养与照顾 可是不知道怎么的 就是无法容许这种状况发生 独立是一个很好的特质 然而让人们来滋养我们也是适当的 这是失与受的流动的一部分 我们允许自己接受的更多 内在就感觉更好 然后当内在感觉充满满足时 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去滋养别人 当你持续的吃有营养的餐点 会使保持血糖平衡 你就不会迫切的需要甜食 当你容许自己规律地得到滋养 你就不会因为需要而渴求 当照顾与滋养的能量自然进出 我们会感到在爱中平衡与丰盛 在上面的如同在下面的 当在地球上聪明的父母觉得你准备好时 他们将给你你所要的 没有一对聪明的父母会把一个美丽精致的瓷器娃娃 给正在学走路的小孩 因为那个小孩非常有可能会打破他 或拉扯他的头发 这并非恶意 只是因为这个小孩还没有承受到能照料这份礼物 然而有许多幼童会大声吵着要一个像他姐姐拥有的同样的瓷器娃娃 父母会等待 直到他们判定他准备好 可以适当地照料这个娃娃 在天堂里也是一样的 然而你们之中有许多人大声嚷嚷 要求你寻找的丰盛 宇宙将不会带给你 直到你证明你已经准备好去接受它 丰盛法则非常的简单 如果你想要在你生命中有更多的友谊 友善待人 拔出那些已经堵在你有谊之流的猜疑 无聊与伤害的大石头 如果你想要在你生命中有更多的快乐 要记得思想 信念 或是记忆都会流逝 他们在这一刻没有真实性 练习微笑吧 如果你想要在你生命中有更多的关怀与滋养 移开阻止你接受它的障碍 当你敞开去接受时 在你四周的人会自动地滋养你 当你有丰盛的意识时 物质的丰盛会流向你 丰盛是你天赋的权利 只要敞开去 接受它 接受到你身边的权利